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今天吃什麼汁 這裡沒有美食 現在的時間是2020年的8月10號星期一 晚上的11點半 今天要講什麼呢 今天我想來分兩個部分講好了 一個部分是那個 之前那個BBC BBC的那個food 然後又講一個炒飯怎麼做 然後有個Uncle Roger一直在幹狗他 我覺得很好笑有意思 然後他們後來合體了 然後再做一次 這是第一部分我想先講這個 那第二部分呢就是 講一下就是我去吃燒肉的感想 來講一下燒肉 那個日本燒肉和牛這部分的東西的感想 好 那如果太長的話我再猜成兩集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 BBC food的這個 很好笑的事情 我們先稍微recap一下 就是 BBC好像 有接了一個廠商的業配 然後叫了一個 那個女廚師叫做 那個Hersha的女廚師 然後示範一下 怎麼煮那個炒飯 蛋炒飯 然後呢 反正那個煮法就是跟 亞洲人的煮的炒飯的一堆東西 步驟都很不一樣 甚至 差非常非常多啦 然後呢 Uncle Roger 這個人是一個喜劇演員 然後呢 他就從頭到尾一直幹給我說 幹怎麼會這樣子 你用量 那個水的高度用手量就好啦 為什麼要用杯子呢 然後什麼 怎麼沒有放味精呢 那怎麼 怎麼會用塞子去塞 煮過的米呢 什麼油的沒有 然後真的蠻好笑的 然後 反正後來就給回應啦 就直接甩過BBC 就說沒有那個 那個Hersha他就說那個是因為 造廠商的食譜做的 我自己會做 蛋炒飯 不是這樣做的 那反正之後就合體了嘛 好 那我就看那個影片 媽的從頭笑到尾超好笑的 然後呢 我才知道原來那個Uncle Roger 他根本就是 他的口音啦 說他的口音就是 我就是singlish 很好笑的口音 然後 就有一個片段是BBC News 直接訪問他們兩個 就三方這樣通話訪問 我才發現 哇靠 Uncle Roger 他那個根本就是一個 人物角色設定 所以才讓他的 他那個口音變那樣子 其實他 正常講話是很正常的英文 不會有那種singlish的口音 反正就是為了節目效果 然後他也說了對就是 他在錄那個片子啊 大家都很好笑 然後反應非常好 他就是從頭到尾就是 前面搞到後面 從前面穿到後面 都是為了做效果 OK 然後呢 反正他們最後就感覺就是 一個大和解了 然後 然後 最後就是 Uncle Roger跑去 那個 Hershaw那個 女廚師家裡 看他怎麼做 做炒飯 OK 然後呢 整個也是 我覺得很多橋段都是 set好的啦 譬如說 打開櫃子 突然有一堆 那個 篩網 篩網 掉出來 對 然後 煮到一半突然 那個 Hershaw的女廚師 又拿出了篩網 其實他沒有要用 對 他真的蠻好笑的 我覺得 蠻值得去看的啦 對 好 那最後呢 我 看到後來就覺得說 其實呢 他 在BBC Food上面 好像只有一個動作是有問題的 譬如說 不是 譬如說 那個問題就是 他不應該拿篩網去篩 那個 煮了一半濕濕的謎 對 那個步驟應該是有問題的 其他我覺得沒有問題啦 對 那包含了其實我還看別人做啊 就像那個誰 阿成在法國的阿成斯他也說他其實在歐洲 那他 在煮飯也就是這樣煮 他不會用篩網 其他的 步驟其實沒有問題 包括用量杯 去量米啊 量水啊 對不對 然後 篩網是不會用的 OK 所以其實只有篩網有問題 這個問題而已 然後最後呢 Hershaw弄出來一盤就是 最基本的 最基底的蛋炒飯 當然 還是 強迫被那個 Uncle Roger 加了一些味精在裡面 OK好 這個東西我反正吃起來 Uncle Roger覺得 大概只有 十分大概只有四分而已 我想說就是一個很素的炒飯 他其實沒有加什麼料 但是但是 我覺得有趣的來就是 那個 Hershaw 他是印度裔 然後呢他加了很多神奇的 印度香料 這個我就很有興趣了 我還蠻想知道 那個炒飯加的那些香料會變怎麼樣 因為他好像也不算 不算是印度布里亞尼 對啊應該也不算啦 然後呢 恩 我就對那個味道其實蠻有興趣的 因為他加了什麼好像也沒有太細的交代 然後但是 加完之後 Uncle Roger他就說 吃完之後 可以從 4分變6分了 嘿嘿這個就很有趣了 OK 那 反正最後就是一個 圓滿大結局 完全把鍋甩到 BBC Food上面去了 完全跟他們沒有關係 OK那就這樣子 那說真的啦 我覺得從 這個小小的影片 我是覺得說 真的好像有 太多太多的人 會用 自己的觀點 去壓在別人身上 對 像其實說真的 第一次我看到片子的時候 我也不敢評論說誰是對誰是錯 因為真的 你可能就是有很多種煮法 為什麼 大家不能夠接受別人 別人的做法呢 對不對 歐洲有歐洲做法 那 台灣 亞洲有亞洲做法 對像阿成斯他也說了 其實 在歐洲並不是像台灣 家裡這樣子 每個人都有電子鍋 什麼 大同電鍋 什麼 沒有那麼 方便 他也都是 用鍋子 然後加水煮 那還是用杯子去量 量水 他也不是用手指量 他覺得手指量 其實很不準 對 那 我覺得為什麼 你要把自己 自己的觀念壓在別人身上 對不對 我覺得很好笑 然後 就很天啊 反正 就是昨天啊前天嘛 就又有一個人跑來回我說 你這個說真的不好吃 反正 反正他意思就好說 某某 某某知名的 那個飾酒師 也去吃了 去看看他的評論 就知道我的評論怎麼樣 我覺得 就是 這樣子啊 原來你的 嘴巴是 你吃東西的味道 嘴巴是長在別人身上 而不是長在你自己身上啊 喔 那其實說真的啊 我原本 那個知名思久師有朋友 反正 會喝酒的應該都知道那個 知名思久師是誰 反正說去找朋友問他一下 他的感想是什麼 說啊 算了 就不要去 為難人家了 不要為難人家了 畢竟人家 大家都是出來 打光賺賺錢的嘛 對不對 那我看他寫法 他寫的東西其實他只有寫一道菜啦 那好像很多都 其他都講酒的 我個人 我個人是覺得 我不是那麼懂酒啦 所以我不知道啦 但是看他的照片 那個 擺盤 那餐廳擺盤 個人覺得還是很不行啊 還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還是那個 那個菜色 那麼簡單 所以擺出來就是 就是會不好看 這是 先天的限制 所以沒辦法就是這樣子 這個 我是不知道啦 對啊 那我覺得很怪啊 就是 就我自己來看啦 我不喝酒 所以 我就覺得說 喝酒會 破壞我的味覺 會破壞我 吃這個食物的味道 所以像其實有一些就是 就是那個 吃飯可以 媽的狂開酒的那種 我就覺得 媽的你到底在吃什麼 你知道你知不知道啊 因為你喝酒喝到 茫掉了 你什麼東西死下去 你都可以 覺得很好吃吧 對我就不懂啊 但是我覺得OK 無所謂 因為這是 每個人都有 不一樣的 感受嘛 對不對 有不同的自由嘛 好 那 你覺得 吃飯一定要配酒 我覺得也未尊重 對但是我就覺得 我自己不是很喜歡啦 但是我也沒有 把我這套全部強壓 強壓在別人身上 我也覺得很奇怪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尊重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 不同的 自由 不同的 不同的感覺嘛 對不對 這樣就 就好啦 開開心心 過生活這樣不是 很好嗎 為什麼要 強迫別人 接受你的觀點呢 對不對 我覺得很莫名其妙 反正 開開心心吃飯 嘴巴長在自己身上 自己覺得好吃就好吃 不好吃就不好吃 不要再去說 看看誰 當時參考 基準點 好不好 因為這東西 其實前面已經 談很久了 好 那 知道就知道 懂就懂 BBC food就先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一個 蠻有趣的 蠻有趣的 一個經驗啦 好 那我們再來談談看 今天 我跑去吃 一間燒肉店 它叫做 露義奇電力公司 露義奇洗衣店 其實 它好像出了一系列的餐廳啦 它第一間好像是什麼 露義奇洗衣店 感覺好像就是在致敬那個 在美國西岸的 叫做 叫做那個 露義奇洗衣 洗衣店嗎 法 反正就有一間 有名的米其妊二星餐廳啦 我忘了叫什麼 French Lounge 它在致敬那個 那間餐廳啦 所以它 它叫做露義奇洗衣店 我覺得他們的那個 算是比較像是小酒館 家味其實也不貴啦 但是我吃起來我 我個人沒有那麼愛啦 那好這次 吃的 就是 吃的是露義奇電力公司 它主要是燒肉店 然後有 蠻多和牛可以點的 品項真的超多的 說真的我第一次看它的那個 那個菜單 什麼鬼東西啊 它只有寫1234567894 自從1288 後面都沒有寫菜名 後來知道說原來 你要參考它的Menu Menu會寫出知道菜是第幾號 你覺得第幾號的菜單 還畫上 你要幾份 為什麼 因為那個 如果都要寫進去的話 那個 菜單可能印不下去 所以就只有 123字 這樣 你要就是兩邊參考 才去點菜 它東西真的是 品項很多啦 那 反正吃起來 我的期望就是 呃 它就是 吃CP值的嘛 它就是吃CP值的 然後我也知道說 它其實 正常 的價位是 不收服務費 然後也沒有待考的 那我之前是不是有說就是 我其實不吃 不吃自己烤的燒肉 對 那 很妙喔 它也有 幫你待考 但是待考的錢 大概是兩倍 大概是兩倍 對 那我們 這次 我來的 期望就是 看能不能吃到 就是 便宜的和牛 便宜然後 呃 就便宜的和牛 反正就是那樣子 便宜的和牛 然後呢 呃 果然 我先講 我們果然那樣吃起來 一個人大概 2500左右 那吃到和牛 我自己這種 覺得等於這種量 在外面大概要吃到 3500到4000左右 所以其實是 我覺得是有便宜的 但不一樣的是 呃 待考的部分 我們待考只有請他 幫我們烤一些比較貴的肉 比較 不好烤的東西 烤比較久的東西 所以我們大概有 三分 之一是給他要待考 三分之二是我們自己烤 對 所以你要說這樣子說 有沒有比較便宜 我個人覺得 其實算差不多啦 就算OK啦 差不多啦 因為他其實 你說真的沒有什麼服務 好東西就來了 就上 就自己做 好自己烤 所以 嗯 你說 好吃 我覺得 和牛燒肉 台灣的 和牛燒肉 頂 我覺得就那樣子啦 說什麼我就覺得那樣子啦 我今天有跟 另外一個朋友在談嘛 我也是說 台灣的和牛燒肉 也在怎麼強 也強不過 那個 日本的 烤魚燒肉 烤魚燒肉 日本烤魚燒肉真的蠻厲害的 因為他的套餐 吃起來就是全部和牛 但是 他中間會穿插一些菜色 讓你去去油解膩 所以你吃完不會說不舒服啊 或是覺得油膩什麼都不會 他真的調得非常非常好 而且料都給的不錯 然後呢 每道菜都有變化 而不是只有 就不是只有肉肉肉肉 所以 台灣的話我覺得就是 你就自己找個平衡點吃吧 譬如說 之前有說嘛 推的很推的八盒嘛 八盒修身很厲害的代烤嘛 你就 吃你覺得 你負擔的騎的 負擔的來的 對 那像今天 路易騎電力公司 我覺得說就OK啊 就是 這個價位 那有些東西像 不重要的東西 譬如什麼 豬啊 雞啊 我就自己烤了 然後什麼 那個什麼 牛小 和你 不是 美國牛小排啊 牛骰 那個我就自己烤 對不對 像比較貴的一些什麼 和牛肋鹽啊 和牛上蓋就給他們烤 就是 怕烤壞嘛 對不對 因為烤壞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我們在烤的時候啊 他烤壞是有陪我們肉的 OK 我們有他又烤一個厚牛舌 結果 不小心烤了焦了一點 他會補一片給我們 這蠻厲害的 對 所以這也是像買保險的概念 所以這樣子吃起來我就覺得 我覺得很滿意啦 就很滿意啦 但是我覺得也就是 吃過就好 吃過就好 反正 2500我覺得不貴 那如果說全部自己烤的話 我估一個人大概在2000 上下 我就估2000上下 對 那 他其實 提供的 他提供的鹽也很多啦 各種鹽 什麼大蒜鹽 紫蘇葉鹽 還有什麼紫蘇鹽 他各種鹽 然後還有烤肉醬什麼 我覺得 他東西就是 能給都盡量給你 但是就是 沒有服務 而且也沒有服務費 要烤就是另外價錢 那反正 今天這樣子 吃起來2500 我覺得差不多 差不多就是 到有點膩又不會太膩的程度 但是我覺得比較 可惜就是 他似乎沒有給一些 去油解膩的東西啦 不過這個價錢我覺得 OK了啦 OK啦 好 那今天呢 快速的 講了兩個 兩個主題 好 今天就這樣子囉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 或是有什麼要跟我討論的話 歡迎留言給我 那如果你覺得 我的東西還不錯的話 歡迎 分享給你的朋友 然後順便幫我訂閱一下 謝謝囉 拜拜